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教学 那么有段时间没有做这个频道的更新了 原因呢,还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工作 然后就是耽误 然后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做这块的内容 还望大家能够体谅 咱们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后台给我发一些私信 然后问我一些关于比如像是运动路径的一些动画 就比如说是某一个物体在一段路径上 进行这样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设置 或者说是这个摄影机在这个路径上怎么去设置 做一些这种穿越的动画 或者漫游,建筑漫游的这样的动画 或者说把一个物体作为一个旋转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怎么样去做这类型的动画 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样的一节课 来给大家来讲一下 关于这一块的一些动画设置的一些方法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咱们今天这个课程当中 还是一样跟我们之前差不多 就是先来说一下我们场景当中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小火箭 非常的简单 就利用这个圆柱题做的 然后做好以后把这个物体给它做了一个结合 因为这是有好几块 有尾翼以及火箭的本身的部分组成的 当然这个模型很简单 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做 当然我们做这种轨迹类的演示 一般就是利用一些像是一个飞机 或者说是这种小火箭 来可能演示的话会讲的比较贴切一些 然后做好以后把整个的物体做了一个结合 就是让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物体 当然没有焊接 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焊接 只是把它摆在这个地方而已 然后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滑效果 是因为给了它一个三件 可以给它一个平滑的一个效果来看 那这块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做这种轨迹动画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历史给清掉 就是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历史节点 这块大家一定要在做之前的把它清除掉 否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所以说这块看out加shift加d键 把它给它清掉 清掉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画轨迹 当然我们要比如说你这个物体 你要沿着一定的轨迹去进行运动 那么首先你肯定要去画轨迹 怎么画 这块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一定不要在透视图画 那么很多同学就是说画这个东西 可能一画怎么没了 看不到了 这个东西画哪去了 那是因为你的视图不对 你的视图不对 你在透视图那肯定是不能画的 我们画这种轨迹的时候 最好是在这种平面视图 左视图对吧 或者说是我们前视图都可以 当然有些同学说我能不能在顶视图画 你在顶着画的话 你这个物体就是躺着的 明白吗 你想吧 它就是这是从顶上往下看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视图一定要搞清楚 一般就是我们在这种 所谓的这种前视图 或者左视图右视图 这样的一个侧视图来进行 一个绘制会比较好 就这种平面视图 然后画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当它的轨迹 就是在我们的创建菜单当中 有一个曲线工具 那么这里边你看 我们有这种CV曲线 然后有这种EP 然后有这种贝姿 甚至还有这种铅笔 然后三点圆弧 两点圆弧等等 这样的一些 这些其实都可以当轨迹 就是你自己习惯 你比如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用的比较多了 像这个CV曲线 对吧 你可以用CV 你直接去给它画 是吧 画这样的一段轨迹 你就随便画 画上一段轨迹 就是你这个火箭运行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轨迹的路径 你可以去画 直接画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轨迹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东西 来给它做一个约束 那么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里边的 像这个EP EP曲线 这个实际上就是可能更简单一些 你直接点击是吧 你直接点击 它就是一个圆弧的 你看 去画这样的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画 也是可以画 然后还有我们底下的这种 贝兹 贝兹这个用的其实也比较多 甚至用这种铅笔 你直接去画 画一条 当然这个铅笔就是 我们如果不拿手绘版 拿鼠标画的话 画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块 大家给它说一下 就是 只要是这种线性的物体 任何东西都可以当轨迹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去纠结 你自己选一个你比较常用的 比如像这个CV是吧 三点乘弧 乘弧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一个绘制 或者说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贝兹 我这样直接选择这个贝兹 点击它 这个贝兹是什么意思呢 贝兹实际上就是说 它有一个滑杆 这个滑杆其实控制起来也比较好控制 我们来看怎么去画 当然这个里边它也有一些它的快捷键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这里下你看 有一些它相应的快捷的一些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块我就不去做一个过多的一个解释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 从这个点 这个必定画的非常精准 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贝兹你画一下 你先不要急着松开鼠标 就是这个贝兹你点一下 如果你这样点点点点 你画出来这个线就这种带有块面状的这种 节点式的这种方式 不是节点式就这种块面之类的 就是它不平滑了 就是你要是点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在画的时候 你点住不要松开 然后那么稍微滑一下 你会发现它会拉出一个杠杆 就拉出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的一个杠杆 所以说这个创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你比如说点击这个是吧 然后我们先给它做一个支线 先给它画一点 然后在这再给它画一点 然后这一块再画一点 然后呢这一块再画一点 比如说我们就给它画一个这样的吧 我也不知道画什么 所以说我就现在就随便给它先画一点 当然我们贝兹的这个画法 如果说咱们有些同学说 我在画的过程中我突然把这个工具给关了 给关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还可以继续点开它 然后继续在这个地方沿着它这个点 你看再点一下 然后怎么样 你还可以继续去绘制 继续就连接起来 就就一样的一个道理 可以直接这样去绘 它还是一根 它还是一根 那么画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选择一下这个顶点 对吧 然后呢在这呢去调整一下 你看去调整它这个杠杆 就把它这个线呢 给它做的平滑一点 甚至有一些这个点 如果你觉得太多了 我们想直接删除啊也是可以的 你看我们把它这个杠杆调节一下 对吧 你看把它这个就是这个效果 我其实也不知道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就这样大概的给它去 就这样随便创建一些东西 是吧 因为这种其实 嗯 这种方式呢 一般我们这种就是画这样的一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呢 大家自己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去绘制它就可以了 去绘制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这呢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呢这块呢 我想让这个火箭从这 哎飞起来以后呢 再来一个降落 现在不是那个那个特斯拉那个嘛 是吧 那个回收火箭 然后我们这个也给它来做一个 啊飞起来以后呢 哎降下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块呢直接给它降到地面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给它画这样的一个路径 实际上没有啥思路啊 就大家自己可以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去画它的这个轨迹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地方的这些线呢 大概的去给它调整一下 就是它尽量的平滑一点 对吧 好了 你看就画成这样的一个轨迹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物体 就是把我们当天这个火箭物体肯定要怎么样呢 要给它 约束到我们这个轨迹上 那么当然我们要在这个这个地方 是吧 在我们的这个模块当中 选择这个绑定的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绑定模块里边就有这个约束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这个教学的话 就会知道这里边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些什么点呀 方向呀 比例呀 对吧 目标呀 吉祥量等等 这样的一些约束的一些方式 那么同时这里边也有一些运动路径的一些约束方式 这边呢 有这种连接到路径的是吧 有这个流动路径的是吧 我们来看我们用的比较常用 就是这种连接到路径的这个方式 对吧 怎么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在约束它之前 先看一下你的帧数 对吧 你的帧数 你要你要做一个多少帧的一个动画 对吧 因为它是根据你这底下这个时间滑块来作为一个 一个约束的一个帧的 那么现在呢 这块是120帧 比如说我想给它做一个150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路径 我看着还是比较长的 对吧 整个这个路径感觉还是比较长 所以说呢 我们给它做的多一点 做到150 当然有些人说我想做200做300做500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在这呢 我并不建议大家说把这个路径去做的 把这个动画做的太多 就是100多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呢 选择我们这个模型 选择我们当前的这个是吧 这个火箭模型 然后点住shift键加选 加选当前这个轨迹 对吧 选完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约束菜单当中 选择我们的运动路径 是吧 第一个 我们把这个后边的小窗口点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属性 其实很简单 首先它的范围就是我们的时间滑块 就是当前我们底下的这个 1到150帧的这个范围滑块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边呢 你看它有一个跟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要勾选啊 然后底下是它方向的一个轴 现在是X上方轴是Y 当然很多同学看到这就有点懵了 这我又不知道它这个 这个到底是应该X轴 还是应该是Z轴 我也不知道啊 那这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要看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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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轴向的这个世界足够轴 当然是要看这个东西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火箭头朝上的这个方向 就是一个Y轴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上方向 这个上方向的轴 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轴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 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上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后期可以改 来这个东西 所以这会你就直接就 又以它的这个是吧 以它这个默认的这个这个属性 你直接给它点击一个应用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箭就 做了一个微小的一个移动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起始人是从这个点开始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就顺着我们当前的这个轨迹 进行了一个运动 但是你会发现这里边会有很大的问题 对吧 这个火箭完全是在乱动 是吧 你看它在第一针的时候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上的时候 它又变成这样的一个横躺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又来回这样的左右的一个移动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更改 那么怎么来改呢 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轨迹 就是我们的轨迹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属性菜单当中点开它 然后呢 选择到我们这个MOTIO的这个这个选项 对吧 选择到这 然后呢 在这个底下 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我们在里边还可以去改它的这个轴向 我们先来看这个轴向哪有问题 我们在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直接就变成这种横躺的这样的状态了 那么肯定是它的这个上方向轴错了 我们将它的这个前方向的轴 把在这个位置给它点成什么 点成Y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位置 对不对 点成Y轴 你发现它的起始针倒是对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在拐弯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火箭肯定不是这样飞 这就显然就很奇怪了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的时候呢 我们要将它的这个上方向轴 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Z轴 让它跟随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火箭是吧 它就可以顺着我们当前的这个 你看顺着我们当前的这个这个这个轨迹呢 进行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但是这里边我们说到这个正确也是一个相对的 是吧 跟刚才比是吧 现在这个效果好多了 但是实际上也不对 目前我们这个火箭呢 首先呢 它在这个动物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自身实际上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偏移和旋转 然后再一个呢 它到这儿 我想它就是尾部尾部着地 就是像那种回收那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现在目前这是一个地对空导弹 对吧 直接就砸下来了 那这个方式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改这些东西啊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怎么来改它的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方向啊 它的一个方向 目前我们这个火箭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在这个第一阵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这当它飞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它这个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这个里边的小窗口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旋转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给它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呢 要给它加入一个轴 因为现在当前的这个火箭呢 它所认的这个轴呢 是我们嗯 是我们当前的这个轨迹 明白吧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轨迹的这个点的这个轴 那么它的轴方向也是这个轨迹的方向 所以说它这个有时会产生一些比较凌乱的一些效果 嗯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什么呢 给它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器啊 这个定位器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世界坐标的一个位置点啊 把它把它创建出来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旁边啊 放在这个旁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啊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它的一个 坐标的一个定位点 那么就是作为它的轨迹的一个坐标的定位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名字可以改一下 你也可以不改啊 这块呢 比如说你就以这样默认 如果你的场景物体的不是很多啊 就只有这么一两个东西 那你就不改了 如果你的场景东西比较多 对吧 那你可以把这块呢 给它改一个 比如叫做坐标啊 坐标位置啊 坐标位置啊 这打一个拼音就可以了 然后Ctrl双击C C 把这个名字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什么呢 选择我们当前的这个轨迹 对吧 选择这个轨迹 然后在这个MOTION的这个选项里头 对吧 在这呢 选择我们什么呢 这个物体的一个什么呀 物体的一个上方向 点击它 点击它以后呢 我们把我们刚才复制过的这个名称 直接放在这点击Ctrl加V键 然后回车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火箭 它的一个控制 控制的一个方向 就被我们当前的这个 是吧 就被我们当前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坐标点给它归 归住了 你看 你现在如果往上运动 对吧 然后你去调整这个东西 你看 调整这个坐标 它就会控制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一个姿态 好 那么这个话呢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啊 比如在第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点啊 就是为了它 让它这个火箭呢 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姿态 我们在这第一针的时候呢 在这点一下S键 把这个 就把这个定位器呢 给它做一个关键针 然后呢 让它往上飞 飞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将这个物体也给它移动过去 移动到这 就是它跟随着啊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不能被渲染啊 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子给它 再点一个S键 然后继续 你看到这 你看它这个又翻过来了 是吧 我们可以到这来 就是让它随时处于我们这个物体的一个前方 S 然后再往下到这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也给它 当然你还可以给它做一些这种翻滚 明白吧 做一些这种扭曲的这种翻滚都是可以的 然后点一下S 到这 点一下S OK 然后到这个位置 S 这个就始终让它处于这个 我们这个物体的一个正方向 对吧 点一下S键 然后下来 OK 点一下S 最后呢落地 落到150 这块呢还是一样 就始终让它处于这个 但是你要说你想让它做一些这种旋转的翻滚效果 那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了 你看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就像那个状态 我们先来播放一下这个动画 你看从这 是吧 到这 然后你看 一直跟着这个 然后 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这样一个轨迹的一个动画 好了 那么最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点啊 这个点 你看现在它这位置发生了一个改变 就是按理来想 我希望它从这 然后呢 直接怎么样呢 它是尾部 尾部着地 而不是头着地 所以说我们这块呢 需要给它做一个动画 就做一个这个关键帧的一个一个节点 那么怎么怎么来做呢 嗯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吧 你看它是哪一帧头下去 到这 是吧 它是第96帧头头下去的 对不对 那这个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96帧这块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反向 你看这有一个反转前方向 点一下 OK 然后呢 鼠标右键在这给它设置一个关键帧 这是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 再往下 你看到这 它又又又又反了 我们刚才是96帧设置的一个一个反方向 对吧 然后到95帧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反方向给它关掉 然后鼠标右键 再给它设置一个关键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帧的一个动作 你看它就不会说是让它直接投 投潮下了 对吧 你看 是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画 你看它就是一个尾部着地的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 我们现在说我想调一下这个什么呢 我想调一下这个动画的一个曲线 怎么去调 这个曲线我们怎么去调 其实这个曲线也是可以调的 你选择这个 就是你选择这个 我们这个轨迹 然后呢在这选择我们 你看把这个鼠标呢 你在这点一下 在我们这个值上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这个选择 那么你就会选择到我们这个 就会选择到我们这个轨迹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两个两个动画针 就是从D0针到最后这个动画针 然后呢你在这个窗口当中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动画编辑器 这里边有一个曲线编辑器 点开它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它会有你就会看到它的一个曲线的一个东西了 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开始的这个起步是吧 起步有点过快了 我们直接可以从这样的去调它的这个滑感 把它的滑感调的低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最后的降落呢 我们也可以同样去改它的这个滑感 让它呢稍微的缓慢一点啊 去调一下 当然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去给它调节这个单方向的一些东西 是吧 调节我们这个单方向的一些一些效果 当然我们最最长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它不要有这种缓入缓出的效果 我们可以给它直接一个支线啊 这样的一个支线的一个方式 去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火箭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一个飞行方式 当然这个最后呢 我们这块呢 还可以去给它改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这个效果是一个 就是我们也就是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卡通式的这种这种这种小火箭 对吧 那么它在飞行的这个之前呢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小的动画效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它有一些欲动作 让它有一些缓冲的缓冲的一些动作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很多的教学当中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块呢我们怎么来做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给这个物体啊 在它的第一阵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变形器 飞线性当中呢 我们给它点击啊 创建一个挤压 创建一个挤压 点击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创建了一个挤压的一个一个 这个东西干什么用了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块的一些属性 来改变它这个火箭的一个形状 就是它在飞行之前 它有一个那个欲动作 就是先压扁 然后趴一下窜上去那种感觉 是吧 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动画片上 都能够看到 当然现在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位置是有问题的 是吧 我们现在你看你去压扁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从中间开始压扁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先给它挪到这个底部 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环给它挪到这个底部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点一下这个缩放工具 把这个环给它缩到上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在这个 嗯 第0帧的时候啊 当然我们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动画 我们这个动画是从第几帧呢 是从第0帧 就从第1帧 一直到150帧 我想让这个火箭呢 在第1帧的时候不要动 就先在原地保持一个静态的一个方式 那么怎么做呢 直接点击它 然后选择 选择我们这个 这个轨迹 选择我们这个轨迹上的动画 然后呢 点住shift键 点击这个这个数 这个这个这个帧 把这个帧呢 移动到哪一帧呢 我们给它把这个帧 给它移动到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移动到第20帧 20帧那多了 一到第 就20帧吧 移动到第20帧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当前这个动画 就是从第20帧才开始起飞的 当然这个 我们这个也可以给它 把这个 也给它移动到第20帧 让它 先别动 先别动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精准 然后 然后你看 它一直没有动到20帧以后 它开始 它开始启动 是吧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画面的一个效果 对吧 对吧 也就是在20帧前没有动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它的这个压缩的这个动画 选择它 然后呢 在这个第一帧的时候呢 我们先在这啊 先给它做一个什么呢 先做一个这个关键帧点击 给它设置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选择它 就会 就会看到我们先打针的这个这个状态 当然这个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在这个设置当中呢 把这个 嗯 关键帧的大小啊 这个标记大小 关键帧的这个 这个我给它调大一些 调到一个3 调到一个3 然后 然后保存一下 这个就能 就能看着粗一点啊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然后呢 选择它 然后你看着这个看着就能就能粗一些 这个我们就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 嗯 关键帧的这个 标记大小 我们的这一块的一个 高度 关键帧的标记 活动 通道合 算了就这样 只要能看到这个这个帧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呢 把它调到这个第10帧 因为我是20帧嘛 我们在第10帧的时候 它保持都是 这样的一个 这个 不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到这个第10帧的时候 到第10帧的时候 我们开始让它动一下 是吧 把这个值呢 给它 从这 第8帧 还是一样 给它再打一个关键帧 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 到第12帧的时候 这个开始往下压 开始往下压 这样的不要太夸张啊 大概大概有一点 大概有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 打一个关键帧 是吧 你看 这里是这 哎 往下压一下 然后呢 这个往起冲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冲的比较 快的啊 还把这个往后再移动一点 到了16帧 16帧 从这 然后往起压 然后往上冲 到第20帧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这个动作的归零 你也可以做的夸张一点啊 然后树边右键设置一个关键帧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它就说一个冲 然后咔 这样是往上飞的这样一个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 我们这个第一帧的这个起始帧的这个位置不太对啊 它就等于是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也给它选中啊 选中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窗口当中动画编辑啊 曲线编辑这里头呢 我们把它的这两帧啊 给它 把这一帧吧 给它做一个直线啊 让它就是出去的快一点 要不然这个看着就太慢了 让它快一点啊 快一点 OK 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这样子的一个 是吧 有这样一个环冲的一个效果 就就就就做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好像还有点问题啊 最后这块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帧数还有点问题 它这个还是有点反了 从这儿到这儿 刚才我们改变了这个帧数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块呢 又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通过这块把它改一下 到这 那么这一块呢 让我看八十九 九十 九十的时候 改过来 大一个关键帧 八十九的时候 关掉 大一个关键帧 说明这上还有还有一些这个动画 这个应该还是翻过来 选择 选择一下 好了 这个现在就正常了 直接最后落地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个还张力还是不够啊 我们还要再去 慢慢的去调整它的一个 这个动画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轨迹方面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关于我们这个摄影机 摄影机的这块 这个动画的一个设置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场景 让我们给它做一个清空 做一个清空 然后呢 还是一样呢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物体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 嗯 还是把这个火箭吧 把我这个火箭打开 还是做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把当前的这个历史呢 给它清一下啊 给它没有清楚这个历史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 摄影机的一个运动轨迹啊 这块呢 当然我们还是一样 首先呢 要给它去创建一段这个轨迹 点击这个创建 然后呢 在这选择这个 这块呢 我们直接选这个CV就可以了啊 CV曲线 然后呢 点击 三点称一个线啊 比如说这样子 对吧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轨迹啊 就是大概就做这样的一段轨迹 就让这个摄影机呢 沿着这个轨迹呢 进行一个 运动 进行一个运动 然后呢 去 看着某一个物体 看着某一个物体 那么当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创建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有有这么几种啊 首先呢 我们点击创建 常用的呢 我们这个摄影机里边有这种啊 这个比较比较常用的 这是没有焦距的一个摄影机啊 你点击 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就这样的一个摄影机 那么这个摄影机呢 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方式实际上一样啊 你把这会儿这个帧数设定好以后呢 你直接选择它 加选它 然后呢 给它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约束 然后去控制它的这个方向等等 整个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穿越的一个动画啊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创建咱们这种带有这种焦距的啊 比如像这种摄影机带有目标点的 带有目标点的这种摄影机 那么直接应用一下 是吧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的 你看 你可以在这个大公司当中看到 它是由一个什么 由一个机身和一个目标点 这两个点来作为一个 一个元素级的 然后它是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集 把它控制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这块呢 可能很多团队都会觉得 那我直接选择这个摄影机的机身 然后加选这个轨迹 然后给它做一个约束 这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个创建当中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要是去给它进行一个约束的话 它会不让你约束 你看 它会弹出一个错误 就是也有这个输入的链接 就你不能去给它进行一个约束 那么像这样的一情况 我们怎么怎么来做呢 首先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 对吧 它其实是这个物体 这是它的一个大物体 选择它 然后呢 加选我们的这个轨迹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约束当中 对吧 选择这个运动的一个路径 然后点击连接到运动路径 那么这个跟刚才我们操作是一样的 是吧 点击一下 你看 这个时候这个摄影机呢 就怎么样呢 就创建到了这个这个路径上 当然这个你看 我们可以有时看到这个这个轨迹的这个线和我们这个点啊 不在一个点上 这个是显示的问题啊 这个并不是说真的它不在一个点上 就是显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 然后呢 这个创建好了以后呢 还是一样 我们也是需要通过咱们的这个属性当中去改变它的一个方向的 对吧 Y轴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轴对不对 是吧 Y轴 然后呢 这块呢 给它选择一个Z 选择一个Z 来跟随 是吧 你看 因为它是一个有焦距的一个一个摄影机吧 对吧 或者选择一个Y 去做一个 它现在这有一个点 所以它会引导这个摄影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方向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我们的一个坐标的一个点 在这给它重建一个定位器 你看 重建我们的一个定位器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来控制这个摄影机的一个一个一个机身的一个方向 对吧 然后呢 还是一样 Locator 然后呢 Ctrl加C键 把这个名字复制一下 加选这个 选择这个 不是加选啊 选择这个 然后呢 在这选择我们的这个轨 这个物体的一个上方向 V 把这个啊给它加进来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控制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摄影机的一个一个位置 就是用利用这个定位器 是吧 你看 你可以去控制它 控制这个摄影机的一个 一个方向性的一个东西 方向性的一个东西 可以放大一点 对吧 现在它跟跟随的就跟随的比较紧一些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摄影机的一个一个变化 当然这一块呢 还有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拉拉的远一点 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角度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焦距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目标点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目标点 它现在目前还是看着这个它的正前方 你看这个摄影在运动的时候 你看 它还是看着这个方向正前方 并没有这个怎么样呢 我想让它看着这个火箭 就是想让它看这个火箭 那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火箭放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想它一直盯着它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看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直接选择这个目标的这个点 对吧 你把它拽过来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几个平面视图当中 把它对齐 你把它对到这个 看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前视图 然后呢 从这儿 你直接就看到这个物体 对吧 看到这个物体以后呢 你现在如果去给它进行一个播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这个点就飞了 它这个点就飞了 它不能集中到这个 就是不能集中的去看这个目标的物体 当然现在你看这儿有条像 这个还是一个显示错误的一个问题 你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不要去担心 那么我们怎么样 它一直看着这个东西呢 那么就还是要利用到我们的一个 约束的一个命令 对吧 我们在这儿呢 选择它 选择它 然后呢 加选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 你看选择这个目标点 对吧 那么就是怎么做呢 选择我们的这个模型物体 那么这个要给它约束一个点 就是先选择这个模型 然后加选这个摄影机上面的这个点 然后呢 在这个约束当中给它约束什么呢 约束它的一个点 就把这个点给它约束住 然后保持它的便宜 点击应用 OK 好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你这个摄影机在运动的时候 你不管你怎么运动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刷新的 你看它都会始终看着这个点 如果我们还是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回事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摄影机 对吧 它是一直朝向看这个点 选这个摄影机 然后呢 加选我们点击我们这个面板 然后呢 在这选择这个 选定对象进行一个观看 好了 然后我们进行播放 你看 它就会一直看着这个火箭 这样的一个 你比如我们在做一些这种漫游动画呀 或者说我们做一些这种穿越动画 那么这样的一些设置是经常要用到的 这样的设置是经常要用到的 这是我们这节课其中的另外一个 一个调节的一个方法 调节的一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方式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物体 我想让它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旋转 就是围着它去看 围着这个旋转轴去看它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边 是吧 我们有一些这个曲线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当前这个三点 三点圆弧的这样一个曲线的设置 点击它 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到顶视图 你看它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点 然后两个点 然后三个点 你看 它等于是做这样的一个三点圆弧的这样的一个曲线 你还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半径 曲线的这个半径 比如给它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把这个点给它放到这个中间 那这样看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 好控制一点吧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圆 然后呢在这个 唱片当中给它创建一个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这种没有焦距的这种摄影机 对吧 创建一个这样的摄影机 选择它 就是先选它 加选这个轨迹 还是一样的 约束 运动路径 点击OK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这个面板 把一眼选择对象观看 然后直接播放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会怎么样 沿着这个 这个 来去看 当然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你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 摄影机的一个属性吗 对吧 通过我们的这个摄影机的这个属性去调整它的一些这个 范围吧 就是它的可视的范围 比如在这儿你可以调整它的一个焦距 是吧 调整它的一个焦距 然后调整它的一个 视角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去调整它这个参数 这也是一种方式吧 就是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旋转观看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是怎么样的 你比如说这个物体我想让它自身去进行一个转动 是吧 自身去转动 而不是我这个摄影机绕着它去转 而它自身去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首先呢 你在这个 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一些模型 我们需要做一个展示 那么这块呢 就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先找到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 看到吧 就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角度你自己随便选 就在这个透视图当中 直接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动画当中 找到我们这一个叫做可视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创建一个转台 这里边有一些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 你可以根据你当前这个帧数 你也可以去自己去设定这个帧数 我们这块呢 就给它设定为120帧 因为当前就是120帧 对吧 顺时针的一个方向 然后应用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当中 你会添加一个这个一个组 一个摄影机的一个组 这个组实际上你当前你的这个视角 是吧 你看从这个透视图 就变成了我们当前这个摄影机的这个 这个组的一个视角 然后你选择这个 它就会进行一个旋转 它就会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 它的属性当中呢 也有它相应的这个属性啊 就属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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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K真的这个这个效果 那么这块呢 同样的我们点击选择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窗口当中 选择这个动画编辑器里面的这个曲线编辑器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缓入缓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给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这种直线 就是它不要有这个 就是慢慢开始先慢 然后做正常做又慢 不要这样的效果 我们直接给它就同样的一个转速 去做这样的一个展示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内容 而且它这是一个无缝 无缝衔接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效果 就比如我们做一些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进行一个展示 或者说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我们通过创建一个轨道 然后让摄影机来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再进行一个渲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些课呢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希望我的课程呢 对大家的这个学习呢 能够带来一点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